大姐和小弟之间剑拔弩张 小弟的做法让大姐大惊失色 你是说算账 然后他就急了以后 他上厨房拿刀 把我砍出来 我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 但是小弟你跟大姐动刀 没动 报警是我报的 没动刀 我要动刀我报警干嘛呀 我傻呀 我这岁数我拿着刀 我报警 他就把那个桌子 当时有一个他们家里 一方桌那两斤水里头 摸明一下他就拿脚踢菜了 你上我们家打电话 我踢我自然 然后我有病 那我都会花钱修理 诸多问题 两方都有着不同的答案 其他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我的母亲现在没有自立能力了 我们几个人想商量商量的 就说给老母亲的一个房子卖掉 用老母亲的钱呢 以防养老 你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卖你妈妈的房子 你用不着一家人 坐在这里骂你小弟 这两次都是我给 都是我给我妈送一家 他们说我对我妈过了 我对我妈的房子 我两次就很命 我要是作为你 这妈这次有病 我既然第一套房成库房 我得到了便宜 妈要死了 你那个费用再难 我是不是卖我自己的房子 我也要拿你房子 那我住房子你也没关系 跟你老妈也没关系 那我的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同意现在还是卖 如果卖了 我母亲真的身体恢复了 我作为大儿子 我再拿出我个人的资金 我给我母亲再买一套 我带啊 如果要是这样 你就专注说这件事 没怎么听见说这件事 只听到你们口诛笔伐的 一直都在说你的小弟弟 他是多吃多蘸太多了 他一他 来我再来说一遍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妈妈的医药费 不可能让他一个人独自给的 你们每个人都有义务 拿出来 碰碰碰的 大家都高兴 否则的话打官司 一样得给 但是非常难看 对 拿不出钱了 我现在有贷款 小弟也拿不出钱了 我让他去举债了 你妈要看病 要从感情上说 这我同意 但是从事实上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同意 别跟我说这些 你不同意就说不同意 不要说的那么好 什么感情上 理智上什么的 不要说这些 法律上其实一句话 必然说的 这句话就可以用了 妈没死了 房店给妈的房子 想分到各自 分到多少利益的事 您在这叫喊 就说卖房卖房 要孝顺实现不了 所以担住 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 第三条件是之 卖房正在为您讲述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那是齐家一家人 前些天啊 齐家的老母亲突发脑梗 如今还卧病在床 为了老母亲的事呢 大姐找到小弟 想商量母亲治病的费用的事 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么多钱 我还没出让得出 我说咱俩 说是不是咱俩负担 他俩没带是不是 他怎么说的 他说张口都骂我了 他说要和我们家算账 把我们那账给你算了 算来了以后 他跟我怎么算的账呢 一毛五 两毛七 三毛六 就是大概提 我说这个意思 就没完没了 不欢而散后 齐家大姐和小弟 从此互不相见 主要的就是 现在就是赡养老人的问题 老人面对着现实 躺在病床上 发销特别的大 你想要 又不保姆 又是我们的 现在轮流都在看这 他不愿意出这钱 他就皮皮暴躁 一皮皮钱 皮钱 他就 他就 就急 不允许我 不允许我讲 为什么一定要聚集在这 一起骂你小弟呢 聚集在这 现在由于我妈 是不是病重吗 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对于他现在大脑呢 已经 我这个人认为 他已经不 等于是不经过 他自己的思考 不受他自己的支配了 所以说我们来 在这儿调解 那您现在感觉 身体怎么样 好像累 累 累 几乎累 没有累起来现在 现在主要矛盾 还真就出在 我小弟身上 你并不知道 他怎么表达呀 还没轮到他呀 先不要把他 骂得那么不堪嘛 他同情跟我说过 而且如果你在这儿 你继续这样 你把他说得特别不堪 你进一步地激怒他 那他不配合你 不是更糟糕 错坏人我不在乎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敢 跟我妈住在一块 我就不怕人说我 我是他儿子 我敢于承担那些东西 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 调解现场 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 是齐家的大姐 二弟 以及三妹 还有二弟媳妇是吧 欢迎你们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 这次因为老妈现在就得到脑崩死了 一下我妈原来都能力量弄走 现在一下就是肯定 不说植物人也跟植物人 基本上都不够了 你们家里除了你们 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吗 还有 就我们这不是三个吗 其实还有一小弟弟 还有小弟弟 对 那就跟小弟弟闹矛盾了是吧 对 主要的就是现在就是赡养老人的问题 老人面对着现实厂的那个病床上 花销特别的大 你想要又顾保姆 又是我们现在轮流都在看着 是谁不管了吗 还是怎么着 说来话长 自从我的小弟弟 2004年我们家就是老房子拆迁 然后呢他就是家里头这些弟弟妹妹都没要 所有的财产包括老妈的财产 应该写到老妈的名下 老房子拆迁这老房子在什么地方 最方腾翠也就在那个黄正宫 五楼那是吧 对 腾翠那应该给你们钱还是给房 给钱 给钱 给了多少钱 给了大概是38万左右吧 那这钱干什么用了 给我弟弟买了他这个 现在他住的房子 然后我妈可能 在哪买的 在北新桥 买了几句识啊 买了一个两句识 写在谁名下了 写在我弟弟名下 2003年 其家远古楼成租房腾退 给了38万元 之后母亲在北新桥附近买了房子 写了小弟的名字 那老母亲那时候跟谁一块生活啊 这个是不是跟小弟一块生活的了 对 他们住在一块两居室里 一直就在一起 哦 那你们平时去吗 去 都去哈 对 就是没过多长时间 完了我妈就经常找我哭 她买的那两居室呢 她睡另一个两 那个小房间的 只能坐一个正经的 就是板床 单日床 行金床呢 就得晚上另搭 天天晚上 我妈得听着 赶紧站床 就那让孩子先站那个木板 木板床 一个行金床 我妈也睡个行金床 知道吗 这是母亲跟你说的是吗 找回去啊 跟我说 我们俩在马路上哭好几回我妈 我孩子一个大学生 能跟奶奶抢房子住吗 说抢行金床住 绝对没有 我们家孩子心里特别纯净的孩子 找我多次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听着后来我妈就跟我商量 我说要不然你上我这来 我妈说的那个 总之的意思 有孤与有孩子 我孩子也想说的 也不方便 说的我干脆就上农村 买个房子吧 就是 没上农村买房子 我妈 我妈上农村 想搬出来住 我妈说我上 我自己找个地儿 我喝口粥也什么 天天这么生气强 谁跟她去住 我才一人啊 她一人去 我就老 我经常回去啊 老看去啊 我母亲在农村住的那个 那小破房啊 我可怜那儿了 真的 这就甭说了 特可怜 可怜你这两套房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给老妈借回来 你住这房子 都没给老妈就借回来 你可怜你妈 说吧就 在前期采访时 其家二嫂还告诉我们 老母亲当年在农村的生活环境 十分的艰苦 那个土炕 还得烧柴火 那黑的熏的都不得了 都没闪似的 那一打土炕 冬天 就那么一起软 那个炖的气 你说我就说这个 你说你 我说我那时电话里 老打电话 有时跟我 哲哲哲哲的就这样 我感觉说 这一小黑屋 那个屋里边 有一条狗 他害怕 他怕晚上有人 进来 他说有个狗 能叫 能给他做个棒 母亲的艰苦生活 让大姐心里 更加不是滋味 在其家大姐心里 一直认为母亲 是受了小弟一家的压迫 才独自一人去了农村生活 我妈在里边 我门里头坐在外边 说在那里头 妈忘不了你 妈心里一直记着你 说妈也是没办法 一进去 就这么大的一门店 一沙发 一茶尖 茶尖上一包 馒头 凉馒头 他们说我对我妈过来 我对我妈过来 我两次就能了 其家大姐告诉我们 在她的帮助下 老母亲又买了一个 经济适用房 而这个房子 却加速了其家的战争 房子不是这套房 对 后来又有一套房是吗 对 那是怎么回事 那套房是我 带着我妈买的 你带着你妈买的 经济适用房 为什么想起又买一套啊 就因为 把这房不是给她了吗 落了小弟 不口 你名下了吗 我妈呢就没房了 无房了 后来她就申请 经济适用房子指标 是你母亲自己想申请的吗 不是 是那个腾退办 给直接给的 给了一个指标 给了一个指标 等于要买这套房 对 老母亲有钱吗 她钱当时肯定不够 她有钱 但是她肯定不够 她那个 这大弟弟当时生气 就说家里头情况都不 跟她说的不知情 她找大弟弟了 大弟弟说的 一个是他们当时经济条件 也特别有限 买不了 她买不了房 帮不了我老妈 说她呢 我妈又跟二妹妹了 闹成矛盾了 然后又不找二妹妹 根本就老三闹矛盾了 对 当时呢 就娘俩就矛盾挺尖锐的 只有你了 小弟弟呢 她说 她就直接跟我说 她无能 就是说没本事 就是这个意思 我别给她提麻烦 小弟弟也没钱 对 她是不是没钱 她是怎么说的 有钱也不拿出来 没断奶的孩子 没断奶的孩子 她老得 就是从 一直就是我妈 就是想老啃老 您这句话 说到根上了 瞎说 所以呢 这纯说瞎说 我没花过一分钱 你可以看 这可以有证据 老太太自己也有证据 我凭你白 多交钱了呢 有我妈一部分 我妈当时筹 我妈当时 有钱 但是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她拿了多少钱 她拿了我这上有 这个 我就借她十万块钱 您掏了十万 对 借给老妈用了 对对对 老妈出了多少钱 老妈一共这房产 一共是这个钱总价 是三十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一 老母亲出了二十多万 对 一共是三十多万 而在前期采访时 其家小弟告诉我们 大姐借给母亲的这十万元钱 还另有缘由 她让我妈跟她炒基金 就玩那基金 拿了十万块钱 是我妈的钱 其家小弟告诉我们 经济适用房下来的时候 母亲曾经想把这部分钱取出 用于买房 但是大姐以基金不好动用为由 另外借给了母亲十万元钱 就让我妈写了一借条 借了十万块钱 但是呢 虽然借了十万块钱 就借条了 但是她那基金 还都很没多 针对其家小弟的质疑 在第一现场 听到主持人提问的 其家大姐 迫不及待地向我们 讲述着她眼中的事实 没有 你基金跟这个是两码事 你可以问我母亲 我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姐这样 这个钱不管你干什么用了 可以可以 我们查银行账啊 有没有这个十万来十万去的一个交易过程 你给妈妈十万 妈妈给过你十万 有没有这个交易过程 没有没有 就没有这个转账 她就没给我呀 对 你不用急 你不用急 就没有这种转账的过程 没有 也没有现金的交易交割过程 没有 那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从后来 那就是跟你说实一下 有没有这个情况 就据我们了解 可能是有过这个事 说给你十万买基金 当然你不承认是吧 你觉得没有这事 我给她买过 但是我钱我都给她了 又都还给母亲了 对 而且我还那个 我跟我妈说 我说的 那时候我妈给我的多少钱 我干我妈元素 我还多给她了 那跟这个没关系了 行 对十万元的真实去向 我们无法判断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齐家大姐确实帮助母亲 一起购买了经济试用房 等于买了这个经济试用房了 落在谁名下了 落在我妈名下 我妈申请的 对 我就看我妈在农村生活的 特可怜 那你母亲等于又搬回来了 到经济试用房里住去了 对 你跟她一块住 经济试用房去了 我没住 我一天我也没住 那谁去住了 我一天 我弄了房子以后 这小弟弟就住上了 小弟弟怎么又住那去了 你觉得你小弟 现在在眼的嘴里 他还是个人样吗 现在主要矛盾 还真就出在我小弟 先不要把他骂得那么不堪嘛 说我坏人我不在乎 我是他儿子 我敢于承担这些东西 不管你弟弟怎么会来的 他对你弟弟是一往情深 别以为我为了钱了 是不是 我不呀 但是现在没有搬住了 你们是谁想住那这还怎么着 是为了照顾老母亲 对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对 就是这意思 在齐家大姐眼里 小弟对房子 可以说是虎视眈眈 但是小弟对此 却完全是另一种说法 为什么来这住 你听着 就是以前 他们都不站我妈嘛 那不站我妈 我呢 那会儿我是一个电话 两天一电话 基本上 有时候一天一电话 然后 隔隔两天 我就给他买个菜 我就过来看了 齐家小弟告诉我们 老母亲岁数大了 耳朵也背 有时候打电话都听不见 情况着实令人担忧 我媳妇跟我孩子 她不愿意找我 因为我们家有情况 她不愿意找我 她怕不愿意找我 我是警劝慢劝 真的 我是属于 叫忍辱负重 真的 没办法 你说这是我妈 你说不管都不管 不能全部管 是不是 然而对于齐家小弟的解释 齐家三姐 还有另一个答案 但是当初 就这个事上的 她把我打出来 就想占查阎的房 我答你 大姐 二哥 等一下 我先接一句话 大姐 你说她把你打出来 想占查阎的房 就那个金属房 这个房是她想占 就能占的吗 陈丽还 还有耐心 跟你讲的道理 我这一句话 就跟你说明了 这件事 她去那个房子 否论她妈去 你妈没工作走 你妈乐意 怎么的 不行啊 我妈不爱你 让我进去 从门缝裹 随处来的一步 说你别进来 大二把他们捡了 你妈没工作 在房子培养她 孩子上大学 你们在这说这个 是为了什么 她是多吃多战 太多了 妈没死了 房店你妈的房子 想分到各自 分到多少利益的事 是这样 我妈这个 有了这套房以后 跟我给我打过电话 然后说 想照顾我弟弟 那个孩子 说再照顾他几年 想把孩子 培养成大学 就弟弟啊 对 然后我弟弟 我妈是这样说的 然后呢 我弟弟搬过去以后 就把他这个 门缩这个房子 租出去了 然后就一直 住在我妈这边 就是为了把那个房子 租出去了 然后有点租金 培养女人上大学 对 用户着 我们三个儿都有工作 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上高中 那么补课 我们都没去 为什么 孩子毕了业 上大学我们去 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二弟媳妇 你了解吗 这情况 我也是 就是母亲买了 经济市场房 这是一件好事啊 对啊 母亲去住去了 对 那后来谁去照顾她啊 照顾她那时 身体挺好的 还能自理 对 不需要人照顾 包括二月十号 老婆婆那个突发脑稿 在这之前 九号之前 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而且是今年的一月二十六号是三十八 正好呢 我们两口子去看老婆婆 敲了半天门没人开 没人开完了 我们呢 后来街坊开开门了 说 怎么呢 等会儿 街坊给开开的门 开在自己家门 因为我们敲门的声音特别的大 街坊出来了 就以为老婆婆没在家 街坊出来了 说是不是没在家呀 说要不把买的东西先堆在这吧 后来说家有人 你再使劲敲敲吧 我们就接着又使劲敲 完了那个老婆婆开开门了 耳朵不太好很了 三十晚上 孤苦伶伶的一个人 被扔在家里过春节 过三十 家里人的 有这样的小猪子吗 那你不不接走了 你怎么不接走了 你是大哥 你为什么不接走了 你笑着你怎么不接走了 是不是 不对 太不对了 我不对 你对 我来到厨房里 有那么不到十个剩饺子 不到十个剩饺子 我说老妈你要真吃了 我就不管了 我瞧这有剩饺子 我不错了 我们平常也就吃饺子 包里边饺子 对 我们就吃饺子 咱们就吃饺子 咱们生活里边也摆在这儿了 你们关键问题你没问 你们老母亲的小弟呢 问了 这会儿我在这个之前 他打的电话 在这个之前 我打过一个 就是敲这门的时间 接风跟我说 跟接风跟我说 说老母亲在家 肯定在家 完了呢 我这么敲还没有开 我说问接风 我说我弟弟他们 是不是大过节 应该在家呀 接风说 看着那小弟他们出去了 说那我给小弟打个电话 我就给小弟打了个电话 这小弟在电话那边告诉我 他跟他爱人 去他爱人的大舅家了 等着老母亲这会儿 这个时间差 就把门开开 我们就进入了 那你们觉得 这个小弟做得不好是吗 对啊 我觉得说这个 咱们说工人有这个媳妇 打三十万 老太家应该团聚 结果 老母亲看着那种情况 说实话 心里确实不舒服 你多累了 不舒服 你二十年都一看着 老太都没不舒服 你这会儿看老太不舒服了 都可笑的 我妈经常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 你弟弟要在家 你就不要来 我妈穿的唾衣拉撒的 然后那脑袋 一块一块的 那头发 您刚才说 无论是妈妈在经济收用房 还是在那个 原来那老房子里面 都过得不幸福 是吧 对 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解决方案就是 我就是默默地付出吧 我就是经常过去 给他 后来我就给他 我是说 你妈妈当时觉得 她自己生活得不幸 她要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呀 我妈没有解决方案 我妈 就是默默忍受 你妈妈是因为 自己过得不幸福 还是因为 跟谁在一起 那个人让他不幸福 你觉得你小弟 现在在你们的嘴里 他还是个人样吗 现在主要矛盾 还真就出掉我小弟 这不要把他骂得那么不堪嘛 说我坏人我不在乎 我是他儿子 我敢于承担那些东西 不管你弟弟怎么对来 他对你弟弟是一往情深 你以为我为了钱呢 我不要 但是他现在没有关注了 你们是谁想住那里 还怎么着 你妈妈是因为自己 过得不幸福 还是因为 跟谁在一起 那个人让他不幸福 跟我弟弟 我弟弟 那我觉得解决方法很简单啊 随便一个人接走 他不就幸福了 他不跟着走 我妈也不敢 所以你妈妈是喜欢 跟你弟弟在一起 并且过得不幸 是吗 是不幸的跟你弟弟在一起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是吗 不是 我妈很压抑 我妈也是很痛苦 来 这位姐姐 我知道你难受 但是我觉得 你说这个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对吧 她已经老成这样 已经病成这样了 你再说这些 不管用了 她现在的幸福 就是她能正常喘气 对 是吧 因为是肺的毛病吧 她现在在医院 然后全部都被医院接管了 我们可以安静地下来 想一想 现在我们来讨论 她当时的幸福是什么呀 我妈就没幸福过 她跟你走吗 走 她跟你走吗 不走 所以你不是你妈妈的幸福 对吧 我妈妈都不跟走 来 听我说啊 你按照你的那个思路 你永远也想不明白 你妈妈 不认为你是她的幸福 对吧 所以她不跟你走 她没跟你说过 我在这儿虽然待得不好 但是我有出路 我要跟你走 没有 是吗 你妈说过吗 要跟你走 所以你不是你妈妈的幸福 二哥 你妈跟你说过吗 妈 带走我 没有 这个绝对没说过 我这差不多 绝对是没说过 你妈妈没跟你说过 你帮我接走 是吧 所以你也不是你妈妈的幸福 对吗 对对对 大姐 你妈妈跟你说过吗 接走我 我跟你弟弟在一起 不幸福 跟我说过 说过 但是呢 她说的 你家说的 弟弟老宣传才说的 你看注意的那个 看儿子的屁股 不看注意的脸 所以她说 我不给你找麻烦 我说呢 你跟我走了 说过好几次 你妈妈没有说过 要跟你一起 那您游着她 这就是您的尽效 除此之外 七家二嫂也告诉我们 小弟执拗地管理 母亲的存折和医保卡 给大家照料母亲 为母亲看顶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她把老妈的所有的卡 医保卡 身份证 存折 现金 那个大门钥匙 这底仨谁也没有 只有她有 完了以后呢 谁 全都她一人把上 她真的要那个 身份证 我们老妈 那个医保卡的 那个证件 你看她这么吊难 把我们几个人 接着几个 叫到这个 他们家的社区 让有证人 或者拍摄桌 有证人 还拿 不仅如此 七家三姐告诉我们 让她更为介意的是 在母亲的医保卡 报销单上 很多药 都不是母亲用的 后来2014年 我找我弟弟 谈过 我说妈要报酒 要去上剧委会 去那个 去那什么的 从那以后 确实也没发生过 那什么 但是一包卡 她就给扣了 你的意思是 在这期间 很多这个生病 不是母亲用的 是吗 我妈没得过这些病 后来有的 就是在那个 那什么 我妈说可能拿过点药 但是我妈 不可能花大笔的 900多多钱 以前 她这是 报销后的钱 我那里有录音 您记着 您得过草料病 没有 您吃过草料病 没有 没有 那你那个 这带 那谁拿过来 不知道 你们家现在 有纠纷的房子 是只有那个 经济试用房是吗 还是说是那个小院 还是说俩都有纠纷 应该是俩都有 两个都有纠纷 两个都有纠纷 经济试用房 落在了谁的名下 经济试用房的名字 现在是落在 我母亲丽初英的名下 但是被小弟站着 对 这没关系 小院 小院也是 应该是 是我姨的名字 还是我母亲的名字 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因为我妹妹 知道这个事 我在现在知道 好像 在这个 在这间房子上 她都不知道 怎么给我自己 才写个遗书 他们在主边的事 对 在我儿姨的名字 好像 具体我还没太细认 当时就给撕了 说是 跟她那遗书一块写了 然后我就给撕了 我不是贪财 我不要 别以为我为了钱 我不要 其实真是二十四孝 真的 黑白的颠倒 小院 小院 写在谁的名下 小院是那个 我妈在拆迁之前 小院写在谁的名下 写在我儿姨的名下 跟我借的钱 后来 小院写在二姨的名下 然后 你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 想卖这个房 凭什么 就是觉得这次 我妈病太重了 然后想把我弟弟这个 就是现在住的 长营这个 等下 你们要卖哪个 金字房还是小院 这俩都一块卖 我妈说了 你妈妈说了 对 我妈说了 你怎么这么给你妈说了 我们这儿都有语音 我姐也有语强 你妈说卖 那就卖吧 但是 二姨同意吗 还没见到 你没见到 你也不能讨论这个 小院啊 她不是 持有人吗 小院如果是别人的名字 你们就没有权去处置 金字房是妈妈的名字 那么现在如果有这个意愿 那么因为她的生活需要 开明需要 说要处置掉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钱要花在妈妈身上 而不是让你们几人分掉 大姐啊 我有个问题啊 还得问你一下 就是你们家这个矛盾 爆发点是在什么时候 好像说你是去小弟他们家了 对 这是什么时候 去他们家 我这里有记录 就是在 我爸那个肺脓肿 做手术 做手术 给我写医书的时候 你怎么想你去小弟家了呢 我妈出院第二天 我就应该 我一直照顾我妈来的 第二天 我孩子跟我一块看老婆的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她也约着我一块说好了 结果到他们家呢 她就怕提钱 第三天去我们家 跟我算账去了 哪看老婆去了 你跟她提钱来的 对 我说来的 我说你 我说那 已经是看老了 我也买了好多氧气 买了好多的蔬果汁 当时我妈也吃不了了 都跟着 然后我说那咱俩呢 我说 有人亲戚给我的钱 有咱俩 有我花的钱 也有你的钱 咱俩咱俩说说 你想让他再出点 是这意思吗 是 当时我就说 我说这么多钱 我还没说让他出 我说 我说咱俩说说 是不是咱俩负担 他俩没在 是不是 他怎么说的 他是张口都骂我了 就张口脏话 野话 那话就甭说了 怎么 上了就骂人了 他就把那个桌子 当时有一个 他们家的一方桌 那两句水里头 光一下 他就拿脚踢开了 踢下来了 脾气那么大 我这话我就不能 我就骂人的话 我在这说不合适 他是什么意思 他不愿意出这钱 他就提提报照 一提提钱 提钱 他就急 你上我们家打架 我替我自个儿吗 我有病啊 我那我都会花钱修的 你还不能理解 我一天就急 你跟我这一毛六 两毛三 来回来跟我算 大姐和小弟之间 剑拔弩张 我说赶紧那个 打10 我也不知道 当时是 反正好 他也打10 我们家也打10 而在齐家小弟的眼里 大姐一家人 也是十分的不可理喻 打一比方吧 我说就一毛六了 两毛七了 从三毛二了 就那意思 差一分的五张 来回跟我这儿折腾 齐家小弟告诉我们 大姐的这种做法 无异于是对自己的挑衅 这就得跟你算一战 这就得把这个仗给你算清楚了 你说我当舅的 当人是你外面的 跟我这么说话 我受不了受不了 不仅如此 齐家大姐连看望母亲 也是小心翼翼 甚至只能通过门缝 相互探望 我妈不敢 我妈不敢让我进去 从门缝给我 推出来的衣服 说你别进来 大会怕藏进来 你赶快走 我妈哭 我妈在里边哭 门里都哭 我在外边哭 本事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第一现场的齐家三家人 对于小弟的控诉 让心理专家毕金仪 不得不打断他们的言论 先不要把他骂得那么不堪 做坏人我不在乎 我是他儿子 我敢于承担那些东西 不管你弟弟怎么回来 他对你弟弟是一往情深 你以为我为了钱呢 我不要 但是他现在没有班主了 你们是谁想住那里 还怎么着 你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卖你妈妈的房子 你妈妈现在人还在 她如果自己 不能去操作这件事 她写一个委托书 随便委托你们 谁都可以替他去 直接把这房子就给卖了 你用不着一家人 坐在这里骂你 你小弟 不需要这件事 这个过程可以省略 你没骂他 你觉得你小弟 现在在你们的嘴里 他还是个人样吗 有这个必要吗 二哥 我刚才问这问题 你能回答我吗 为什么要经过这个过程 一是我弟弟 这么多年的表现 让我们对他 真的不信任 这是第一 第二 等会儿 你也没听清楚 我们的问题 你们家的房子 一个是妈妈的名下 一个是妈妈的姐妹的名下 其实主动权 都在妈妈的手里 如果二姨受控制的话 如果二姨还没有失控 你妈妈只要写一个委托书 这俩房子都可以卖 不用征得任何人的同意 你就直接可以卖 为什么一定要聚集在这儿 一起骂你小弟呢 聚集在这儿 现在由于我妈这不是病重吗 现在生活不能自理 对于她现在大脑呢 已经 我这个人认为 她已经不 等于是不经过她自己的思考 不受她自己的支配了 我们的记者 特意探望了老母亲 但是老母亲的状态 并不是很好 只能说出一些简单的词汇 兄弟 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了 我说累 累 累 心无力不力 没有力气了 现在 真要处置老人家的东西 程序上还应该给她指定一个监护人 监护人 那么在有充分理由 现在理由当然是充分的 去卖这个房子 给老人家看病 所以它的确不那么简单 他们的意思就是 现在小弟等于把着母亲 另外某亲的好多东西 比如医保卡 身份证 包括房本 可能都在小弟手里 你们有点担心 小弟又在那住 是吧 他不是 身份证跟医保卡已经交过来了 给你们了 给我们了 那你们还有什么担心 但是他现在没有搬出来 始终没有搬出来 你们是谁想住那里 还是怎么的 不住 就是卖 赶紧卖 我们现在我妈的钱 赶紧卖 你得你母亲同意 同意了 你老时候同意了 你等一下 你说他现在同意了 你让人家 这个叫产权登记大厅 或者交易相关的作方 怎么来确认妈妈同意了 即便以前同意过 他留下了一个 有效的法律文书 证明他同意卖房了 其实你都不用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 没有 以前说的都不算 你不可能身体健康 写个公证委托 说我要卖房子 我委托谁谁谁 他有权带我去干嘛 干嘛干嘛干嘛 卖房子收钱 他不可能做这样的公证 老三说有一个录音 录音不好使 也不好用 产权过大 你不好使 如果相关各方 对母亲的行为能力 有存疑的话 我们一般会要求子女 启动一个特别程序 在明日诉讼当中 我们叫特别程序 也就是要求认定 老母亲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那实践中 一般会由人民法院 指定一个司法精神病 鉴定机构 来对这个当事人 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那么然后判断 他是否有行为能力 如果已经达到了 这个没有行为能力 这样标准的话 那人民法院 应该会出一个法律文书 认定这个当事人 他是已经不具备 行为能力了 不能承担民事责任 不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话 怎么办 那么涉及到当事人 相关的权力和义务 就要指定监护人 作为无需为能力人的监护人 你妈妈现在是 植物人的状态是吗 我妈是大面积脑梗 然后现在几乎就是全贪 那所以刚才谁跟我说的 说你妈妈想办法 她现在就是有的时候 忽明白忽不诺 我们几个人都在场 都听过 咱这么说吧 她现在如果进行司法 听人们鉴定 她能是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吗 听你们描述 她应该是没有行为能力 没有行为能力 对不对 所以她不管在这一个月期间 说了什么都不算说 我来这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说被老母亲的一个房子 卖掉 用老母亲的钱呢 以房养老 以自己的钱呢 养她自己 救她自己的命 如果要是这样 你就专注说这件事 没怎么听见说这件事 只听到你们口诛笔伐的 一直都在说你的小弟弟 现在主要矛盾 还真就出在我小弟身上 你并不知道他怎么表达呀 还没轮到他呀 先不要把他骂得那么不堪嘛 你进一步地激怒他 那他不配合你 不是更糟糕 面对来自哥哥姐姐们的指责 小弟却表现得并不是很在乎 他告诉我们 令他感到愤怒的另有其事 说我坏人我不在乎 我是他儿子 我敢于承担这些东西 说我坏人我不在乎 我为什么敢跟我妈住在一块 我就不怕人说我 我是他儿子 我敢于承担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要住呢 这事我得跟您说说 我呀 当时那个他们仨谁都不认我 都不认啊 对 说跟老三闹掰了 都不认 那俩都不认了 其家三姐告诉我们 母亲和她断绝母女关系 完全是母亲单方面的意愿 我妈说 这家事跟你没关系 我说你怎么嫌疑杀驴啊 我妈说 这家事跟你没关系 我说你怎么嫌疑杀驴啊 亲子关系 也就是说有血亲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母子或者父子 母女或者妇女 这种关系是不能所谓的 你表示要断绝就可以断绝的 断绝不了 血缘关系永远没有办法切断 大姐和小弟之间剑拔统长 小弟的做法让大姐大惊失色 你是说算账 然后他就急了以后 他上厨房拿刀 把我砍出来 我觉得一个巴弄开不行 对 但是小弟啊 你跟大姐动刀 他就是想 没动 报警是我报的 没动刀 我要动刀我报警干嘛呀 我们也报警 我傻呀 我热碎了 我拿着刀 我报警啊 他就把那个桌子 当时有一个他们家的一方桌 那两斤水里呢 多么像他就拿脚踢开了 你上我们家打电话 我踢我自个门 我有病啊 我都是我换钱修的 诸多问题 两方都有着不同的答案 其家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我的母亲现在没有自立能力了 我们几个人想商量商量的 一起 就是给老母亲的一个房子卖掉 用老母亲的钱呢 以房养老子 你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卖你妈妈的房子 你用不着一家人坐在这里 骂你小弟 这两次都是我给 都是我给我妈所处的 他们说我对我妈过了 我对我妈过了 我两次就跟命啊 我要是作为你 这妈这次有病 我既然第一套房成工房 我得到了便宜 妈要死了 你那个费用再难 我是不是卖我自己的房 我也要拿你 那我住房跟你也没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的房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同学现在还是卖 如果卖了 我母亲真的身体恢复了 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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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作为大儿子 我再拿着我个人的资金 我给我母亲再买一套 我赞养 如果要是这样 你就专注说这件事 没怎么听见说这件事 只听到你们口诛笔伐的 一直都在说你的小弟弟 他是多吃多蘸太多了 来 我在这里说一遍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妈妈的医药费 不可能让他一个人独自给的 你们每个人都有义务 拿出来 碰碰碰的 大家都高兴 否则的话打官司 你们一样得给 但是非常难看 拿不出钱了 我现在有贷款 小弟也拿不出钱了 我让他去举债了 你妈要看病 要从感情上说 这我同意 但是从事实上 你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同意 别跟我说这些 你不同意就说不同意 不要说的那么好 什么感情上 理智上什么的 不要说这些 法律上其实一句话 必然说的 这句话就可以用了 妈没死了 房店姐妈的房子 想分到各自 分到多少利益的事 您在这儿叫喊着说 卖房卖房 要孝顺实现不了 所以打住 老母亲的赡养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 第三条件是知 卖房正在为您讲述 他们都不去 都不去 那刚才老三说 也是隔天去 你呀 可以上街坊那儿调查去 是因为你住进你以后 他们去了 但是在这里 我优得是不去 都不去 我优得是不去 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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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 我优得是那种 那种东西 本来的 我优得是不去 那种东西 你不能去 在那种东西 就能够 那种东西 感谢观看